北京欢迎你的第一句到底有多难 成龙 刘欢表示自己资格不够 为何中国数百位明星都没人敢唱呢 2008年 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 为了炫养我国的文化 奥委会特地委托音乐人小柯和林希 做一首奥运会的主题曲 而其中的要求也只有一个 就是要流行 二人接到任务后便开始商议 由于两人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 两人也一直磨合不过来 小柯在内地被称作金牌制作人 而林希被誉为后港了时代的湘江慈神 两人碍于面子谁也不迁就谁 于是就互相等着 眼看马上就要到七下了 小柯无奈只好先写了曲 为了迎合大众 小柯想了很多天也没有灵感 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外面传来了 冰糖葫芦的吆喝声 顿时灵光乍现 想着如果用西方的作曲技巧 搭配上我国的民族乐器 这样不就满足了奥委会的需求了吗 就这样 他用了一周便完成整个乐曲的旋律 而此刻 林希也恰好完成了歌词的制作 就这样 北京欢迎你横空出世 为了提高名气 奥委会决定邀请国内100位顶流歌手合力演唱 本以为会遭到众多明星的拒绝 没想到众位明星一听说是为奥运做主题曲 全都一口答应 有些明星甚至愿意承担巨额违约金来赴会 最终 奥委组通过重重筛选 最终将演唱人数确定在78人 那么有78位明星 为何没人唱第一句呢 78位明星合唱北京欢迎你 为何没人敢唱第一句 在奥运主题曲确立后 奥组委一直都在考虑 由谁来唱这第一句 毕竟是我国第一次举办如此盛大的国际赛事 领唱的人不仅要在国际上 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还要能代表国家 而制作组第一想到的就是成龙 作为国际巨星 成龙是最好的人选 不曾想直接被成龙拒绝 声称自己是只是个武打明星 并不是专业歌手 难以承担此重任 制作组无奈之号去找刘欢 作为我国的顶级音乐人 刘欢在国际乐坛上 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不仅专业技术强 还为人和善 作为领唱在何时不过 却不曾想刘欢也婉言俱绝 称自己还没有这个资格能够代表国家 这一下让制作组犯了难 在众人的商讨下 最终决定由一位名叫陈天佳的小女孩来唱第一句 那么这个小女孩到底是什么来头 为何能够力压群雄担任领唱呢 她就是当年在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 唱茉莉花的那个小女孩 虽然只有十岁 但在名气上却一点多输给成龙和刘欢 最终耗时半个月才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录制 在成品出来后 不少人发现周杰伦 张学友等重量级歌手都没有参与 那么制作组为什么没有邀请他们呢 《北京欢迎你》中 为何没有周杰伦 张学友等重量级歌手呢 作为当红的歌手 制作组肯定对他们发出了邀请 但由于档期上出现一些偏差 导致他们错过了录制 周杰伦曾在出道时立下过誓言 就是永远不和别人同台演唱 为了不违背誓言 周杰伦便联系了方文山 一起写出了另一首曲子 他就是在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万水千山 为了将中国人那股独特的精神文化底音写出来 他们在原稿上反反复复地修改 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 方文山才将中稿交到了周杰伦的手中 最终赶在闭幕式结束的前一天 这首歌曲才被创作出来 而张秀因为正在国外拍摄 只能遗憾拒绝 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 张秀特地在奥运会现场做了火炬手 与此同时 他还参与了另一首奥运曲目的制作 至于刘德华 他虽然没有参与奥运会主题曲的录制 却自费150万给残奥会制作了歌曲 并且表示奥运会虽然热闹 但残奥会上那些不屈的运动键儿 更值得人们的尊敬 这几位重量级的歌手 虽然没能参与奥运会主题曲的录制 却用别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这首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歌曲之一 就算如今来听 心中的自豪感也由然而生 那么你们认为这首歌怎么样了